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组 叫逻辑运算 那么什么是逻辑运算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逻辑的概念就是什么 就是两个概念的选择 也就是说是真与假的选择 真与假的选择 所以说逻辑运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是真就是假 所以它就是二指形 就是二指形 所以逻辑运算的真正的返回结果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返回结果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或者是零 因为在我们的c元中呢 我们就是用一代表真 用零代表假 这是常用的啊 当然后来我们就慢慢就把它改变了 变成什么了 变成非假 什么意思 就是说假就是零 只要看到零 我们就认为在逻辑上就叫假 只要看到非零值 那么就代表这是逻辑的什么 真 所以比较常用的办法 就是常用的写法 或者容易考察大家的办法 就是这个 如果A等于零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一辅 A 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A就是什么 假 如果A我们等于什么 等于负一 那这个一辅A就是什么 就是真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是逻辑运算中需要考虑的 只有两个地方 真和假 这个逻辑运算的 很多时候容易跟大家 容易跟大家混淆在什么 未运算上 就未运算我们也有什么求反啊 有什么求什么啊 这个跟我们逻辑运算是不一样的 逻辑一定要注意 它就是真和假的问题啊 好 那么具体逻辑运算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 有这么几种啊 一个叫或 逻辑或逻辑运这个呢 关系比较简单啊 就是说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就是 A 或上 B 和 A 与上 B 那么这两种操作呢 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A或者B呢 就是A和B中啊 只要有一个为真 那么我们整个表达是就为真 而这个A与上B呢 就是A和B必须同时为真 是不是它才为真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比较基础啊 这个我们不想多说 但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等不等价于B 或上A 这一点也是需要 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确的啊 那么它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不等 答案是不等 什么意思 就是说 A表达式和B表达式 进行逻辑或或逻辑语的时候啊 这点同样啊 这个操作 那个符合这样的操作啊 就是说 不管你是语啊 还是或啊 就是逻辑语和逻辑货啊 那么其实最终的效果就是 这两个表达式交不交换是有不一样的效果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啊 我们先说下理由 然后我们看一个例子 那么在C元编辑器中啊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呃 他首先根据我们的翻译顺序 他首先先看到A 他说原来A已经为真了 假设A已经为真了啊 那这个时候他想 那我再看一下B有没有必要呢 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必要了 所以说一旦A等于真过后 B还执行不呢 我们说其实他就不执行了 对不对 而同样的道理 这个语也是一样 如果A已经为假了 那我的B还执行吗 就已经没有必要执行了 因为只要有一个为假 其他字不都为假 对不对 所以C元编辑器呢 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 先进行一个预判断 然后再决定是否执行B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写B或上A 或者是A或上B 那个A逻辑或 逻辑上那个B 是什么的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样的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看这样一个例子 好 还是一样 我们去构造一个表达式 构造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倒是没有必要 单独再去做一些很复杂的 你看我们这样来做就可以了 Int a 我们让它就 就让它等于一个10 好吧 我们来看怎么做呢 这样做 因为你是表达式 表达式呢 我可以复制 也可以不复制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 Int race 这是我们结果 Rac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A 本身就是表达式 那么当然我们这样可以写更复杂的 A等于10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逻辑值 对不对 A等于10 逻辑值 那逻辑如果这个逻辑都为真了 那么我们在和上 和上什么呢 我们也是个表达式 但是这个表达式我们是函数调用 实际上是效果是一样的 比如说Prentful 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等 我们打一堆等号过去 对不对 好 那你看这个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说 所以说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A和B啊 可以指向任何东西 指向任何东西 你不要认为 就是只能是进行所谓的 什么两个等号啊 大于小于啊 等等这些符号啊 那么你看这样 我RES复制 当然RES最后的复制结果 大家来思考一下 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它其实也是真和假 其实也是真和假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个逻辑嘛 对不对 然后复制过后 就是真和假 当然我们这地方也可以去 最后Prentful一下 用D来看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不大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运行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进行改进 好 GCC-O Build 然后002.4 好 好 我们看Build 运行起来 好 这个时候呢 那是1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反正就说 因为我们说这个A等于10 确确实实 但问题是这个等号 我没有看到 看没有 没有看到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句话执行没有呢 并没有执行 对不对 好 有东西不相信 那我们再来 我们把这个代码再改进一下 改成什么呢 当然有东西 那我干脆改成不等 对不对 A不等于10 那当然为假了 对不对 那么为假过后 根据货的情况B执行吗 就是你第一个表达式已经为假了 第二个表达式是不是开始执行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 好 这时候我们再运行 大家看 你看这个等号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等号就出来了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个内容呢 我们大概能理解到 就是A货币 或者是A与B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交换的 好 这是逻辑运算的第一组 第二组大于小于 这个问题不大 基本上就是根据大家所平时理解数学概念 谁大谁小 然后代不代等号而已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看这个 叫碳号 碳号呢 是我们逻辑操作中的一个取反 这个取反跟逐位取反是不一样的 就说你原来为真 我们加碳号就是为什么 为假 就这个意思 这个重点其实我觉得呢 可能你光说碳号 可能大家都突然踢得住 关键是一定要对比一下 对比什么呢 对比后面我们那个未运算中 未运算中的什么呢 取反操作 大家看看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比如说我这样 还是这样来说 intA等于比如说0x10 当然这个就0吧 那我碳号 碳号A什么意思 碳号A就是为真 也就是它就为真子 也就是你的意义表达适中 碳号A 那就代表真了 你就可以执行这个括号后面的东西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取反呢 取反大家知道是波浪线 波浪线A 这是位 逐位取反 逐位取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A空间已经变成什么了 拳腰 拳腰这个空间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是我们逻辑 逻辑取反 逻辑取反的概念 逻辑取反的概念 然后最后一组就是问号冒号表达事 这是一个典型的if else的感觉 这个呢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我们就说 你只要能知道if else的逻辑 那么问号冒号表达事也是非常容易看到的 这个灵活使用 问号冒号表达事就可以 啊